東山國小這支推動食農和食米的舊友 在農林寺有許米樂園價位支持之下 好好和在地青龍合作 推出食農食米的列車 23歲這天分別開到新約國小和南新國中 從學生來了解甘菊和中米的文化 透過這樣的活動讓同學們去了解說 台灣的一個甘菊的產業或者是甘菊的一些特性 那其實像上個禮拜我剛剛問同學 他們的營養午餐的水果其實就是文旦 但其實他不知道文旦是哪邊的文旦 所以我們透過這樣的教育 其實是讓小朋友去了解台灣的甘菊 為了要讓大家了解說 米食可以變化很多種 那所以我們也讓小朋友去試吃 用我們自己種的米 然後爆米香給大家品嘗一下 讓大家知道說其實台灣的滋味還是非常美好的 希望大家都能夠喜歡我們台灣出產的農產品 今天呢我也是帶著我的女兒 然後能夠一起來了解 爸爸在做什麼東西 我可以讓他知道做他的父親 到底都在做什麼 農民到底在幹嘛 我讓我小朋友可以看得到他 看得到他爸爸做的這些事情 所以我帶著我小朋友一起來 來做這個教學體驗這樣子 柯定當中央老師 帶小朋友食材感激的精力 也讓他們了解 中央美食材很夠菜市的過程 也讓他們來體驗補米香 對於是多切學校之外 今天的列車要跟塞翁 新華的大型國小 接下來也會到北門的文山國小 讓各地的孩子接受不一樣的提示 從東山出發到城市的學校 到山區另有特色的學校 以及到海邊 這樣的四所學校呢 我們透過這樣 讓把這個十農跟十米的列車 散播在四個地方 也希望說透過這個 讓更多的老師跟孩子 可以對於十米的文化教育 以及十農的文化教育 可以有更深一層的認知 東山國小的學長 曹清偉教師 透過列車開接航空這款自動性的方式 讓其他學校的蘇生 不用一座樓來到東山 就可以確實到 對米跟感覺的提示 今年四近學校的知識開始 未來希望一到東山 還有少許的點燦爛更多 將是米跟十龍的列車開往台南國學校 南天新聞王女第一次贏蔡方報道